希望各位讀者今天可能就是稍微比较晚一点 那就是稍微让大家担待一下 这次KingChain讲堂第32单元要简谈2018年7月到12月的航空机票的售票及趋势分析 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大概每半年的时间那个航空公司的机票都会reset一次新的那个新的卖票的价钱 还有一些他的新的办法可能会有一些异动 那在这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有时候不能拿之前你购买的那种内容去特别去 应该简单讲啦 就是说你要去买票的时候 一定就是要再注意一下最近有没有更改一些新的一些办法跟内容 好那我们这次快速的先说明一下自助旅行意义 这次旅行意义还是要讲的 自助旅行是学习开始规划自助事情样样都要自己来 要果断要理性要诚信要谦虚找对的方法 找适合自己的答案 相信就是从成功的开始要团结要有自信旅行要团结要有自信 一个人没团结没关系 还是要有自信 搭坐车走坐路不灰心开开心心的出门平民安安的回家 分享成功的喜悦宝贵的经验 不批评不攻击认真准备下次的旅行 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我这18年来的旅行座右银 分享成功的喜悦就是您自助旅行的自己的最佳的经验 还有您可以分享更多的朋友 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那我这次agenda的部分就是说明传统航空年假航空 传统航空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早期其实其他讲堂有说明到 就包含就是 呃 我们的长龙还有中华航空公司 也包含日本AMA以及 那个日航 像你说其他航空像联合航空 或是那个都是属于 哦 那个传统航空 那连加航空的话就包含香草、乐陶、潜心、酷航 这个等等等 这个都大家应该可能都比较知道 可能 因为我在这边可能就是简单说 像香港的话 香港快运 那像飞对岸可能会有春秋航空 现在还有吉祥的航空 就稍微在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 好 如何思考您选择航空公司的需求 其实需求这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一定会很清楚 就是说 诶我买机票要多贬义 或者是说 你需要有一些航空公司 给你很好的服务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会比较偏向于就是 船船船航空 因为像有一些商务人士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 他的 他的那个经济能力比较好 经济能力吧 就会就会比较选 商务舱 或是什么的 就会选择传统航空 如果说你是觉得说 我又不重吃 不重余热 不重是机上的一些服务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 那个 廉价航空 人人常问说 搭什么航空公司才好 那像有的人 第一次搭廉价航空公司之后就发现 这个也没有 那个也没有 所以下次他就不搭了 不搭那个 廉价航空公司 但是 有时候就是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难力 你譬如说你已经搭习惯 像那个传统航空的服务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拿船航航空的服务 去要求廉价航空会给你什么样的服务 在这部分 就是 让大家 可以 让读者可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金哥你讲这些都是废话 但是 你总是也要让 从来没有第一次 第一次去买机票 或第一次去认识一些航空公司 能够了解嘛 所以有一些 内容可以 大家可以多担待一下 再来思考一下 你 这个打错了 这个不是车卷 那个是 思考一下就是 机票选择 机票的选择 机票的选择 在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最近 航空公司的一些范例 其实金哥在这边 只是只能就是用 几个 几个 几个范例 因为很多航空公司 我真的没办法代告 但是 尽量 那我们就来这个 香草好不好 香草航空 或许读者会自己看 但是 如果觉得说 你有一些看了 会觉得看不太懂的话 我是想说 我是想说 带读者这边 看一些 机票 的一些 分享 其实我是 用客观的 分析的角度 来 跟读者分享 并不是说 你 我一定会 说 在这边说 你一定要去 搭什么样的 航空公司 比较好 或什么的 我没有特别做 跟 就是帮航空公司 做一些 广告 今天空气 比较 干 哪 所以我讲太多话 比较堪 我们以 台湾虎航 香草 长荣航空 春秋 香港快运 这部分的一些 航班的意思 其实你看航班 你也可以看到说 他每一个 航空公司 卖的 那个 方案 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有时候 就说 诶 价钱 你会发现 最近可能 读者会 会觉得说 最近怎么 那个 那个 机票 变贵了 我可以在这边 可以简单的 跟各位讲 其实油价涨价 不是吗 油价涨价 机票就会变贵了 所以在这边 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逻辑道理 给大家 可以 知道一下 油价贵 机票 跟着 就会 贵 油价 变便宜 机票 就会变 就像你在 开车 或是骑摩托车 一样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部分 就是相对的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例子 可能就是先从 桃 桃園的部分 那像 我们 你看 我们像 我这个简报里面 有特别 讲到就是说 我们在购买 这个不用啊 关掉 我们在购买 机票的选择 还有 时机点 其实我在这边 可以一起说明 像我们 在买的时候 像你看 我们假设非 我们这次举例 大阪 大阪 那个 Osaka 你说像 我们暑假期间 7 我们讲8月好了 8月2号 然后我们看一下 虎航的部分 我们虎航的部分 我们虎航有三个方案 你想想看 或许一次 虎航已经 就是夏季的 票借已经 卖了一段时间 像你看说 像8月2号 礼拜四出发 你看它基本的 Tiger Life 就是基本盘 就是只有10公斤 就是 手提拖运 跟那个 跟随身行李 总共10公斤 早上6点40出发 4,900 你看它 加20公斤的 的那个 部分来讲 叫5,849 其实说真的 这后面 后面点选完之后 我先在这边带给大家看看 有没有 Tiger Life 就是10公斤的部分 那像这个 5,849 的部分的话 有除了 你手提行李 10公斤之外 还可以选一个位置 然后拖运行李 20公斤 那如果你是选 那个Pro 就是 就有多 那个 餐主 以前 早期 那个 虎航的时候 我记得我 我去年有跟大家分析过 早期虎航的时候 在第二方案 就有 就有餐主 可是它现在 到现在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 今年上半年 还有今年的下半年 它其实大概没什么变化 就是 20公斤 有餐主 然后还有就是 免费更改航班 或时间一次 那 差额另外计费 差额就是指说 可能你的那个 刚初买的那个座位 跟你 你要移动的那个座位 可能就是说 你那个 那个 等级啊 可能已经 买不到 就是说 你换的那个等级 是更高 所以你就要补差额 那像 像有时候就是 以前都有一些争议 说什么 我 我为什么换东西 要有手细费 可是 你选择 你选择了 Pro这个方案的话 你就可以 去更 更换 你那个日期 不是吗 所以就是 跟买保险一样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 你如果说 你确定百分之百 当然是 以不可抗益素 那个因素 排除掉 就是说 你个人因素 你确定你百分之百 不会换的话 好 那你就可以选择 好 那个 Tiger's Monk 或是Tiger Life 这个 那个两种 好 那如果说你确定 你不稳定 你一定可能还会改行班 那你就 买个保险 买个Pro吧 对不对 那你看到回程的时候 哇 好恐怖啊 选礼拜六回来 还有礼拜天回来 哇 机票怎么会这么贵 所以就是 这个 因为已经稍微开卖一阵子的时候 可能机票从便宜 开始卖 然后会便宜的卖完 就会越来越贵 所以在这部分 来讲这个观念 大家一定要有的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 你暑假八月 你看这个期间 哇 怎么会 会 飞大阪 去城还可以回城 已经卖到一万以上 好 所以在这部分 那你就说 King哥那我 我要选什么时候 才会 比较 如果说以下这个时间点买的话 我要买到什么样的时间 会比较便宜一点 我们现在就台湾桃园 或者再来就是 大阪嘛 因为我们就以大阪为例 其实 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看很多了 我们来看到 九月份的部分 来赶快看一下九月份 哎哟 九月份就相对的 比较便宜一点 你看距离 距离那个 暑假 比较远 你看 基本盘 376点出发 通常 会选 那个 20公斤 10公斤 手提行李 回来的 会稍微贵一点 因为是礼拜天 就表示 大家 似乎都很习惯 礼拜天 回来 晚上的 八点 六点半 回来的班金 看 这样子一万一千多 像虎航的话 那你 你这个一万一千 八百一十四元的话 里面 在下一步 还会再加收 我记得好像是一百五还是两百 两百块 就是单程 的一些手续费 那如果是往返的话 那就再乘以二的意思 那这个是虎航的部分 那很多人说 那现在怎么看起来买都不便宜了 只有我刚才有讲了嘛 油价涨 所以 机票稍微微都会往上涨 除非是 说它有一个促销 促销的活动 不然就是你要等 下一季 就是 下一季就是 冬季 机票开卖 开卖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进去先 先买 相对会 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你看到这个出发 这个出发的日期 三七九九 就差不多了啦 顶多就是 在 开卖的话 可能给你二七九九 或什么的 那个 价钱 可能就是刚开卖的时候 这个张数 机票张数 会比较少 如果说你有办法去 在公布的时候去买票 或者是等它特惠的时候 买票 你就有机会去买 那我们看一下 香草的部分 其实你知道 虎航 为什么 Tim哥会觉得会变贵 因为早期 大家都会觉得香草 乐陶贵 对不对 然后虎航一开卖的时候 哇 他卖的比 那个香草 跟 乐陶还便宜 所以大家一窝蜂的 全部都去买台湾虎 所以像 他买的人 变多了 所以 那个 机票有时候 你当你要去抢的时候 就便宜被买掉 所以后面都是贵的 都往往都忘记要去 其他航空公司比价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个 因为香草 也有 也有开始飞大阪 我们来看一下 就以刚刚那个9月的那个日期来看 好吧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啦 如果你是9月初要去的话 经过这样看 就可以 来 原味香草 就是基本盘啊 3398 跟刚刚虎航 那个 3799 相对的 是不是有比较便宜一点呢 航班的话 你看虎航是早上 6点40分 飞 香草是5点 凌晨5点飞啊 那你看 那你看 冰芬香草 冰芬香草 冰芬香草的话 4198 你看 五环的话 是4649 是不是香草 稍微 那个 便宜 500元左右 但是 香草的航班是 比较早的啦 有点稍微 红眼一点点 那 回来的时间 喔 香草是 晚上 日本时间晚上 10点啊 那你如果是悬府航的话 最晚时间是 6点半 所以就是说 香草的航班是 非常早去 非常晚回啊 你觉得这航班 棒不棒呢 其实说 你是 年轻 气盛 体 就是非常好的人啊 選这个香草的 方案是 非常好的啊 所以 所以 我就只能 就是说 每个 航空公司的 时间点 价钱不一样 所以 是值得参考的 如果是 Tim哥要玩足 早去晚回 这个 方案的话 我 我应该会选这种 然后你看 香草现在就 你不要看 列三个 其实他一直都维持 两个方案 那还有一点 特别要注意的话 就是 虎航手提行李 是10公斤 你如果 选香草的话 手提行李 是7公斤 差别差在这边 通常手提 如果你是20公斤 托运的话 其实你 手提行李 10公斤 应该还好啦 不會太care 如果说 你很care 那你就 选虎航好了 那如果说 你是觉得说 冰芬香草 原味香草 就是基本盘 基本盘 那 冰芬香草 就是20公斤 我们来点下去 给大家看一下 方案 原味 原味香草 心动香草 其实就没有了 原味香草 就是 不 价钱不包含 托运的 就是你随身行李的 那如果说 是冰芬香草 的话 就是 你就是有包含 那个20公斤以内的 那如果 你如果 要加买20公斤 再就是 要再继续加 加钱 可以选座位 那 那个原味香草 你要选座位 是要钱的 那我们直接就看 冰芬香草 还有什么呢 改行班 的话 只要 付这么一点点的手续费 如果你是用原味的话 不好意思 你的手续费就是 一一九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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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说突然 你买原味的话 你就要付更多的手续费 这是差异 在这边给大家看 所以说 当然 你说还有其他的 那个 廉价航空公司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 点去比较 但是 King哥在那边看的话 两者比较起来的话 你觉得台湾虎航的航班 跟价钱 你喜欢 你就买台湾虎航 如果你觉得香草航空 香草航空也是最近才飞大阪 如果你觉得他航班时间好 价钱好的话 那你就选择是 香草航空 这样子大家要懂吧 这是廉价航空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是 那个 香港快运 其实 这 举个例子 香港到 一样到大阪 我就是很快举例给香港 香港朋友看 我们一样也是选9月4号 一样这个比较的日期 好不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 台湾的票价 跟香港的票价 到底差在哪边 你看港 哇 之前的港币很贵 你看看 现在港 香港快运的航班 还比较多一点 现在 自由飞 他有分自由飞 PLUS 还有 U 币 那港币 优惠 这个自由飞 一定就是 基本盘了 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7公斤 但是 自由飞 PLUS 比我们台湾好很多 你知道吗 台湾 只有20公斤 可是 他 自由飞PLUS 是可以25公斤的 然后 前排座位 可以预先够 来 就是其他的 其实都差不多 当然 你要买更高一点 就是到30公斤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 比台湾 好一点的话 就是 香港快运 香港的朋友 比较 幸福一点 25公斤 可是 我这时候 要稍微看一下价钱 但是很贵 港币1228 雖然25公斤 可是 价钱这么贵 所以 现在318港币 算 起飞 算便宜 回来的话 也是 嗯 现在 台币跟 港币 大概4点多 吧 嗯 其实我这个 只是举例给香港朋友看一下 然后 并 台湾朋友的话 可能就是觉得 嗯 这个跟我们一点 但是我们是觉得 是这样 那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 呃 上海飞 其实我觉得说 我在这边 呃 不管是哪一边的 哪一边的 哪一边的读者 或是哪一边的 那个 呃 朋友看到这个 说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说 诶 奇怪香港那边的机票是怎么卖 然后 对岸机票是怎么卖 按我们这边怎么卖 你会想说 有 虽然我们是不同的 那个 航空公司 卖的那个 机票 但是有时候 你会觉得很有趣啊 他卖的东西 跟我们说 差别到底是在哪边呢 上海飞 大阪 一样 我们也是 选9月的 4号 然后到 9月的 17 16 620元 10元起 这个当然不是台币啦 嗯 HKD 然后 那个 去城 回城 咧 嗯 嗯 要先选择啊 他这边有商务仓或是轻松特价型 基本盘 基本盘就是 620 如果说你是 25公斤 25公斤的话 就是要 990 HKD 呀 其实简单的稍微 就是 看了一下 所以有分两个时间 如果说你是选 这个的话 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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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时间回来是800 HKD 那 7 下午5点的话 是990 但是 其实 我在这边 稍微 综合了一下 就是说 嗯 香港及上海的朋友那边的话 如果是 以加 加购的话 是可以到 25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传统航空 KING哥在这边 传统航空 其实就是 做了 传统航空的一个 举例啦 并 并不是说 我在推销长浪航空 并不是 相信 大家之前有看过 KING哥在 介绍分析这些 航空公司的一些 价钱的时候 其实我是多元的 多元的举例啦 并不是说 我只举例某一家 并没有 我并 这个要在 这边先澄清一下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9月4号到 我们好奇 常常航空怎么卖 在这边的差异 我再 再说明一下 像我们这种的话 就是 常常滑航这些都是 30公斤嘛 那像包含 你们说的 日本航空公司 其实 传统航空也是一样的 其实 你看 如果以6点半 起飞的话 6171 那我们赶快回过头 来看一下 虎航的部分 你看它 它 这边 基本 我们 我们以 那个 虎航的 Tiger Pro 来看看 4399 4399 再加那个 手续费大概 5500 左右 5500 左右 那你看 长龙航空这边 6171 以 King哥这边的了解 就是说 你飞一趟大阪的话 是可以看娱乐电影的 那你说 虎航的话 它座位上是没有映经椅 没有那个 螢幕可以看的 所以就是说 它有包含吃 它有包含吃 所以 这个价位上 其实 再来对照一下 你看 它现在目前 你看 你6点半出发 跟 8点半出发 价位就是 6171 这是韩岁的 其实有时候看 传统航空这边 所标的那个 这个价钱 回程 KING哥 随便标一个 好了 这个 我就稍微 选一下 就是 13368 里面就有 含 其他费用 这 13600 那如果说 刚刚以 台湾五行 我就选最好的 然后 一样选 比较晚回来的 选最好的 第三方 Tiger Pro Tiger Pro 就有 含吃的 然后 你可以 可惜的是 Tiger Pro 那个 拖映行李 你还是只有 20公斤 那但是 长龙航空是有 30公斤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总价 有没有 台湾 虎航 13314 这个价钱 下去还要再扣 手续费 那你再看一下 长龙航空 含税 13368 看到没有 三万 三万 368 虎航 这个是 还还要再 等下 15分钟 总价 13314 你要选哪一个 在这边 询问一下 我们的 听 KING哥在这边 分析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突然觉得说 你选 比较高等级的 你会不会觉得 长龙航空比较 哈哈哈哈 你会发现说 廉价航空一点都不廉价航空 这个就必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在购买机票 这个地方 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 你不要 脑海印象中 廉价航空台湾 火航便宜 你就 只看 某一个航空公司 有时候 你看像KING哥 这个是现场随机 点给大家去 就比如说 以这个时间点 KING哥要买 9月4号 到9月16号之间的机票 哪一家航空公司 选择会比较好 如果 当然了 我不是在这边打压 什么 廉价航空他卖票卖的 怎么样 但是 我是觉得说 说不定 有意外的惊喜 现在看到的 赶快去买 哈哈哈 如果说你不需要 餐食啊 或是看电影啊 或什么 那你 你就请 你就请选 你就请选 台湾 你就请选台湾 这个第二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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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唐龙是可以 30公斤 尽量让你选拼 你看 差不多一样的价钱 你要选哪一个 所以 KING哥在这边只能傻笑 我们赶快回过头来就是 思考 机票的选择 跟 时机点 实力分析 其实分享 就是 KING哥刚刚就是现场 点 那个给大家看 让你们 现场 现场 来见证一下说 我不是 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现场 就是 分析给大家看 那你说 购买机票的 时机点的方法 像譬如说 我现在 刚才我已经举例说 我这个 已经时间点 如果是你买七八月的机票 那当然是 已经比较贵了 因为通常 暑假的机票是 算是旺季 所以机票比较贵是正常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油价 我刚刚有特别 讲到 就是 油价的部分 那 还有个时机点 这部分 要怎么 怎么来说明呢 譬如 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 你要买到明年的 过年的机票 我告诉你 就是很贵啦 那二二八 四天年假 大概是 这边有一些 连续假期 或许是 我们对岸 大陆的朋友 或香港的朋友 或是厦门 或是哪里的朋友 他们或许 可能放的连续假期 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如果说 以我们这边 连续假期的话 就相对的机票 会比较贵 但是你现在 要看年假航空 你看不到 你现在只有 传统航空 可以看 我马上看一下 就是 明年 我们假期 的 机票 就让 你说过年 我跟你讲 Tim哥 没在骗你 明年过年的机票 现在看 真的是很贵 明年 过年是二月初 我们就 就选个 至少过个 持续嘛 对不对 初一嘛 回程机票 要来点一下 10号回来 就 就这样给大家看 唉 机票很贵的 噢 单程就一万五啦 这样一万四九啦 回来勒 可能也一万多 哇 怕死人 大大的 那你看 你看 早上 回来 中午回来 下午回来 都一样的期待 呵呵呵 我当然选 你要 凌晨到 你要凌晨12点25分到台湾 桃园也可以啦 反正我随便选一个 过年期 三万三万啊 传统航空年 如果说 金哥 如果我要等那个 我要等那个 廉价航空开始卖的机票 那要多少钱 我告诉你 也不便宜啊 过年Double的啦 大概 你能抢到一万五 就已经很偷笑啦 应该抢不太到了 所以我就说 以购买 你说 那你过年想要出去 那你什么时间点买票 告诉你 一开始都会Double两倍啦 如果说 以一万块飞大盘的话 通常过年Double 就是两万块起跳啦 如果以降算 我就讲给你一题 那你说 那个廉价航空 是不是 我告诉你也是 两倍起跳 如果说 他 那个基本盘 卖五千块 那就是一万块 但是过年你要抢到 一万块的票很难啦 通常要 以我这边 以经验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万四以上 就是来回啊 我讲来回 不是单纯一万四 但是有机会抢啦 过年 但是 機率也不高 但是也是贵 所以廉价航空 你大概买 买到两万块 过年啦 我讲说 农历过年 如果要那时候去 看你要不要去 那你现在 你只能看传统航空 十几点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那我说我不要过年 我二二八好不好叻 二二八有四天廉价嘛 对不对 我们二二八出发 我们去久一点好吗 有机会比较便宜一点哦 所以好像大家不喜欢二二八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櫻花季哦 好不好 大家最关心的櫻花季 四月四号才开始放 所以通常大家可能会想说 三月三十一号出发 我们去 可能请个两天的 我看一下 请 一二三 请三天的假 玩到七号回来 你看机票有多贵 嘿嘿嘿 近哥傻笑给大家看 以前买票的时机点啊 哦 还不错 但是 因为我是提前去嘛 你来看一看这上面 如果是四月四号 通常大家都是希望四月四号 开始出发 九千多 只剩一个哦 单程剩一万哦 你看看 大家都 都不想请假 哈哈 四月四号 你看 那你都回来了 哦 哇 礼拜天回来也是一万多 有没有看到 驾死人 所以 来回两万 两万以上了 啊 如果说我请三天假 现在就是刚刚 King哥标的那一个 日期的话 是可以考虑的哦 我可以选 我去多一天一点 算一算 其实也要一万七以上 刚才有看到六千 六千多 那你再加 刚刚一万一万二 一万三 我们以中午回来 一万一六 差不多一万七万八左右了 哦 所以 现在樱花 樱花季 传统航空的机票 就这么贵 你说 以现在买的实际点来看的话 那你说 要等 廉价航空 虎航 嗯 去大阪就是 乐陶嘛 捷星 你说要等他开卖的话 以正常来讲的话 要等到十二月嘛 今年的十二月才会有 价钱出来 那你说 在那个时间点 抢票的话 你觉得 多少钱可以买 如果你来回 你可以抢到七 现在油价涨了嘛 你可能 买到八 八千多 九千 来回 八九千 不错了哦 抢到 八九千 台币哦 我讲台币 如果说是 香港 或是对岸的朋友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 换算一下 人民币 或是港币 因为毕竟 在这部分的 的 状况会有一点差异不同 所以我就是在这边 举例一下 就是说 如果是连续 如果说是日本像櫻花祭 这种旺季的话 通常机票会比较贵一些 那像我们这边的文化就是 如果是 现在要抢的话 说真的也是贵 那你说 传统航空正常来讲 樱花祭 大概都是 你要买到便宜一点的话 大概是一万二 通常 基本 一万块 通常 以前是几年前是九千块 起跳 那这些油价有涨了 可能以将近九千五至一万块 起跳的机票 所以在这边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说 现在机票的差异性到底是在哪边 那因为我是时常在看 那个各个航空 你知道说 King哥为什么都不会挑固定的航空公司做 因为我常常看哪一个航空公司我满意 我就做 哪一个价钱 哪一个时间点满意 我就 我就买那个航空 所以我可以 可以 比较很多的航空公司给大家 这个就是 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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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间太多 只是就是说 有时候我要去日本 在这个时间点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 我这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的机票 买是最好事 但是有时候 真的我自己 我自己都买不到 因为要上班 你总不能说 像你一架航空开卖的时候 他开卖 我在上班 我还在买机票 还去抢机票 没办法 通常都是要等休息时间 用手机去买 或者是 下班 回到家里再买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 看大家 每个时机点买的时候 哪一种价钱 合适就可以买了 当然 那种很贵的 都会很多人买 不是吗 所以在 在这个 第32奖堂的单元 金哥在这边 稍微 潜谈一下 虽然讲说 7月到12月 我已经 传统航空的部分 我已经 讲到明年4月櫻花季了 那 像如果说是 那个 廉价航空 你说7月到12月 来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时机点 选择 机票 什么时候会便宜 刚才有看到 9月份 10月份 也是OK的 还有 11月 赏风 会比较贵 但如果说你要 买便宜一点 机票的话 那你11月 就是 赏风比较贵 再来就是 12月 5号 到 12月 20号 之间 的机票 也是 比较便宜的 可以选择性的 去挑选 那你说 10月10号 双十国庆 那有年假的 会比较贵 提供在这边 给大家 参考一下 以这个时间点卖 所以 你说多便宜 你 就是 来回 像刚刚看一下 那个虎航 他已经跳 太好了 我们讲香草 香草 大家都不太关心 他飞大阪 我来看一下 刚刚 King哥讲的 十 十二月 其实说不定 你这个时候 说不定 大家都 都对 他对香草印象 都没飞大阪 但是 他现在有飞 说不定 有意外的 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 枫叶好不好 枫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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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大阪 东京都还没有赏 还没有赏 还没有赏 原位3380 回来也是3790 如果 我们 就选20公斤好不好 其实 你来回 如果你可以买 这个是稍微 有一点 偏贵了 因為說這個時間點算比較晚 如果是你可以買到來回 含稅8000 因為油價漲了嘛 你如果來 因為油價漲了 我要再交代一次 不要再說 我來回可以買到 五、六千塊 然後 差不多7000多 含稅就是最 差不多以現在的油價是最 比較便宜的啦 現在8000多是稍微 比便宜再貴一點點 你中間有跨六日 也會就是 會貴一點點 在這邊其實就是 告訴大家怎麼樣去判斷 我看一下 因為香草這個 這裡有一萬 一千講錯不是一萬 他這有3000 有沒有 有3098塊的 你不要挑 你不要挑六日回來的 你可能挑這種平日回來的 有沒有 禮拜四回來 什麼是 買比較便宜 平日去禮拜二 或是平日去禮拜四 或禮拜三回來 你看這一組價錢 禮拜四回來 7000 7500多 通常香草 這個買下去之後 還會有那個可能信用卡公司 會跟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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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是不是 通常都是 國外航空公司 會給你收一點 那個銀行 那個手機費 剛剛有看到 7500多 差不多 你如果可以買到 來回這樣大版 7500多 其實就算便宜 你說金哥我還可以買更便宜的 那你就是 你就是 時間到了 公告了就去搶 當然你可以買比7500更便宜 這樣子 有懂意思了嗎 其實就是這樣子去選擇 你那個適合的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去購票 的那個時機 在此就是 有一些案例分析給大家參考 現在時間也不早 其實大家要稍微休息了 有機會就是 可能再過幾個月後 就可以分析一下 明年 2019年度的一些機票 跟現在也有什麼差異 如果有稍微花一點時間 聽金哥在這邊說這個的話 其實是 有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是說 相信 我機票看了 17 18年了 應該多多少少 可以有幫助 我甚至可以告訴說 機票還有更貴的那個時候 但是我覺得講那個時候 講那個 歷史的那個 的資訊部分的話 我覺得 也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講 我就講以現在的情況 油價是已經開始 up 然後 KING哥的書是已經賣差不多了 就是 只是就是說 原則上也是在宣傳一下 就是期待2019年版本的關係 自助旅行的書 這是2018年的 這是2017年的 如果說 在市面上 應該是 很難買得到的 如果說你還買得到的話 你有興趣就可以 可以去購買 我就是因為是作家嘛 所以就是 稍微還是要 替自己工商服一下 雖然已經買不太到了 好吧 那我們就在此 告一個段落了 相信下一次有機會 再分享更多的主題給大家 現在已經有一些讀者 願意把他 之前詢問的行程 分享給其他的讀者 只是就是說 我必須再跟他確認 O不OK 如果OK 我就分享給他 分享給大家 好吧 那在此 就跟大家說晚安 告一個段落 好 跟大家拜拜 下次再會